人民的 Can you do it to the first day? 聲明用軟筆的計事 有一個人神溝通的橋梁 就說因為上面一個指令下來 下面都會從頭到尾去遵循 在意不得上海 人生、漁生不著現在 這個立刻親眼不在意 南下北港武德宮的這一天 前殿圍起了洪榕柱開壇 孫生正在岸上正筆疾書 罕見的問世畫面曝了光 而在一旁辯字的 就是武德宮主委林安樂 你看香一般都是 一般廟裡都是 擺著讓人家自取 那我們就是八個墊 八個爐 八住香 即便一聲肃靜 卻梳著由頭 史上模樣實在很難 跟主導廟營運的身分 畫上等號 前面有五尊 就是綠色袋子的 那個就是開機的五入五財神業 台灣最早的五尊 就在這裡 在財神業 對 就在這裡 翻看林安樂過去資歷 台大經濟系政大金融所 畢業後要升月入數十萬的 證券操盤手 但三十八歲奉上天旨意 接下母親家族的武德宮 換下西裝六年過去了 林安樂從對宮廟一知半解 變成捍衛傳統信仰的 眾神上凱道發起的 武德宮沒有另外一張公文生氣氣 我們是為了信仰 為了我們的香火來上凱道的 對不對 對 直接拿偵測器 升到這個香菸的煙霧裡 然後再看著數值說 你看這個是超出本線這個 PM2.5的三倍 這個方法是不科學的 我們照它同樣的方式 再去測這個大卡車 機車三杯機 那個都是寺廟香爐的好幾倍 不敢冷面孝將個性 李安樂笑說 半個月來都在避風頭 親自接到我們的電話 完全是不小心 因為處在風暴核心 活動結束了 麻煩卻來了 民進黨現在拿我當劍拔 所以我也很怕說 又再激起他們那個 先讓他們不要這麼針對我 先去找別人 說我是共產黨 所以說你說這個 我哪是共產黨 這個額語的力量就是 用很簡單的語言 馬上就把你歸為 就是說中共同路了 馬上就造成傷害 強調一爐一喪就是底線 李安樂判官方別再挑戰傳統 一戲之間爆紅 成了捍衛宗教戰將 連佛教團體也搶著來結盟 李安樂自稱遭全台通緝 慢下九部重整隊伍 要為信仰繼續長期抗戰